看今天拆文又一个新的名词 台湾遇到乱流 遇到什么乱流 你要吗 你就说中共阻挠 中共阻挠你要吗 你就拿出证据 你就说证据抓到了 就像以前谭奇麦那时候 抓到了 抓到中共阻挠 我们购买疫苗 你不要说什么遇到乱流 有苦难言 这两句话代表什么你知道吗 就代表你们很没用 中共都没有阻挠你的 你还拿不到疫苗 指挥中心急转弯 那陈奇麦又对了吗 今天宣布所有的孕妇可以打 莫德纳或AZ 高雄市陈奇麦率签喊出 6月23号起 孕妇可以开始施打 问题是他讲的这个时间是 卫福部是没有讲的 就被人家质疑说 奇怪卫福部没有讲 你怎么会知道呢 结果他宣布完之后 指挥中心过了不久 今天上午又急转弯了 宣布即日起 所有孕妇都可以打 怀孕的妇女就可以来施打 就是这句话 让疫情指挥中心一度出面打脸 没想到隔天一早 态度就大转变 看他的类别开放到哪里 那如果莫德纳疫苗 未来开放到第6类的时候 孕妇就当然会有选择 怎么没有先把那个 300万的牌子拿上来 怎么可以随便宣布 都比人家早知道 而且是他讲完 中央就说OK了 是中央先给他 考古题吗 考古题吗 老大用一个比喻了 一个没有读书 然后又没有头脑的人 考试可以考得满分 用功的人都会背说 老师讲在课堂上讲的时候 他要背下来 不用功 然后又有中央又有门路的人 他通常都会背什么你知道吗 听得懂你打五好不好 不用功的人他会背什么 他会背 听得懂得打五好不好 正常用功的好学生 都会把课文背下来 可是不用功的人 他会背另外一个东西 叫做 BBCCDDABA 他妈的 我这他妈的天才 我刚才突然想到这个 老大真的是浑身上下都是梗 难怪叫国际剧性 你们都听得懂 对呀韩其脉怎么都知道 是中央把考古题卸给他吗 下一则新闻就是我们最近 疫苗乞丐这件事 竟然调到蔡英文 罗志强对台湾接受 每日捐赠的疫苗乞丐 说都是别人捐的嘛 而蔡英文发文说 每日与我有好的朋友 关心互相帮助 那台湾遇到乱流的时候 提供协数 乞丐的说不恰当 台湾遇到乱流 看今天蔡英文又一个新的名词 台湾遇到乱流 遇到什么乱流 你要嘛你就说中共阻挠 啊中共阻挠你要嘛 你就拿出证据嘛 我们台湾人如果真的阻挠 我们也会对抗中共啊 啊你们不是最喜欢台湾人 对抗中共了吗 你就说证据抓到了 就像以前你知道 韩其脉那时候 抓到了 抓到中共阻挠 我们购买疫苗 你不要说什么遇到乱流 有苦难言 你没有拿证据表示什么 就表示中共没有阻挠嘛 中共真的阻挠的话 还得了 这两年民进党马上都敲锣打鼓了好不好 马上在电子划车啊 哇中共阻挠 哦中共阻挠 巴不得大家都知道啊 啊如果你们没有证据的话 你们只能说什么 遇到乱流 有苦难言 这两句话代表什么你知道吗 就代表你们很没用嘛 中共都没有阻挠你的 你还拿不到疫苗勒 摆明的就是告诉你说 我他妈的蔡政府就是没用嘛 像老大分析你们听不听得懂啊 有证据他早就拿出来了啦 没证据就是他没用而已啦 啊他没用他怎么可能说啊因为我蔡英文没用 因为我诚实都没用 所以你们再等一下 我们死五百多个人 没关系 台湾每天本来就会死一些人 没关系 你们等一下 他怎么可能这样讲呢 他当然会说 哦我们遇到乱流 啊什么是乱流 是谁是乱流 谁是乱源呢 蔡英文身为一个总统 到底在做什么事情 他就用了一张图 然后在视讯面前 小弟小妹 你有没有觉得这个画面 似曾相似 有没有似曾相似啊 老大也可以当总统 跟老大一样啊 视讯 电脑 还有一个板子 原来老大可以当总统的料 现在总统都长得跟直播主跟网红一样了吗 对啊 我就奇怪 整个画面跟老大有点像 搞屁啊 了 听不相似 儿子 的 你 读 读 读